哈囉 各位好 我是企鵝 這部影片是來講解這次天魔的孤城 2024年試煉之間9到10月6到10的一個配置 那這是我自己的配置 那也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可以順便聊一下 好 那去年發的時候呢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星吉爾提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印象中 我是用斯利姆路去打的 因為那時候斯利姆路真的是一個 相當碾壓的存在 非常碾壓 那過了一年嘛 補了星吉爾提加美莫莉阿法 那這兩隻其實都還蠻重要的 那其實那時候利姆路呢 四隻利姆路一騎打起來已經夠爽了 但是因為他是合作角 所以 合作結束後就拿不到嘛 所以米希有補的算快吧我覺得 然後去補了這個角色都蠻凶狠的 尤其星吉爾提直接給到一個 類似盧納的概念 而且他放在激獸神技 那激獸神技在很多 就是有很多強角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我覺得 就方便新手拿到啦 那後面今年四月推出的 這個美莫莉阿法 更是去做到了一個 相當強大的一個能力喔 他已經給你全對應了 並且給到吸取 甚至說他給到重力護照殺手L 所以這關一堆重力護照的敵人 那他打人基本上就是一個 變相2.5倍 就是有小瑩這個超平衡的概念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友情 這友情是很痛的 這友情是真的蠻痛的 那其實試煉6當初也是一個門神關啦 不過自從去年3月 2023年的3月出了這個利姆路後呢 這個關卡難度就降低非常非常多啦 那利姆路霸榜了一年嘛 是到了這個美莫莉阿法才 正式被就是 稍微退休一下 稍微退休一點的感覺 所以也算是活得蠻久啦 活得快一年喔 活得快一年 以合作來說真的算是 活蠻久的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一樣用這種方式吧 用友情去處理 OK 欸有沒有刮死的啊 差一點點 我們能下這個兩倍buff下去後呢 就會很舒服了喔 那其實試煉6的話 利姆路我覺得足夠好打了 那那時候會抽 梅莫莉阿法主要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稍微 推薦一下 就是如果你 試煉6缺角 因為梅莉阿法做的很完全啦 做的真的很完善 基本上全部要該有的都有 所以算是蠻強的一個本家試煉角色 結果看得出來 那米西斯真的想把利姆路打下去的那種感覺 那我自己台版是有在用這個 摩亨佐達羅拉 主要是我缺角 那我又沒心機的提 那我自己就 又用摩亨佐達羅做到類似的效果 真的蠻好笑的 好這邊直接 嘟嘟嘟嘟嘟嘟嘟敲 OK 不過我們這邊龍的位置 小尷尬一點 我這樣當然有點難加工啦 我們等一下這個加工下去就很舒服了 喔 我這邊沒敲死 沒關係我們這邊拿去加工 然後等一下進場就是直接用割合送人 可以進場割合送一送 倒開 其實現在試煉6也是變得蠻多的啦 其實原本的試煉6是真的門神啦 那我自己有玩過那個閉眼打的試煉6 直接打過 你會發現這個彈珠角色真的是 怎麼講 怎麼講 這個 這個通膨 欸膨脹的還是蠻快的 你就想兩年前打了偷波血流 可能要打一兩個小時 那過了兩年 欸想要過一年半啦 直接閉眼睛打 沒錯這就是怪物彈珠 好那進到王關後呢 我們剛開到這個龍buff 那龍buff呢 他跟盧娜buff有些小小的差別啦 他的buff呢是這個 比較注重友情的 他友情會給到兩個1.65 攻擊之後會燒到1.65 那 友情呢也是燒到1.65 但是友情的部分會在額外吃到這個 直歐的buff加成 所以就是兩個1.65 所以他友情是蠻痛的 友情這個弄下去會不會非常非常痛 好這邊這樣 好你看這個友情傷害 呱呱呱 欸 草童 好這邊沒魔力 但我們進場直接送他神之怒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有兩個令姆路嘛 所以其實是蠻OK的 好以前最恐怖就是這個尾王 現在就是 等一下就是割合送一送 看能不能嘗試控美魔力進場吧 我覺得 呃這邊的話先省一下好了 我們先降防然後等一下開神之怒 欸 這邊沒有殺到人喔 比較尷尬一點 好我們再試一次 然後這邊就 因為剛沒有殺那個降防 沒關係再開 好這邊去降防 然後順便殺一下小怪 好用神之怒去打人 看能不能控美魔力進版嗎 我覺得有機會控美魔力進版啊 好這個有機會控美魔力進版 那我們眉魔力的話是跟木天同款的割合 觸敵割合 所以 他在 他在這個 如果一控好進場的話 其實傷害會很好看啊 會很好看 哇這邊沒有控進版喔 欸小尷尬 有點尷尬齁 不過沒關係 我們剛好一樣令魔路進版 也可以 眉魔力的小狀況就是 如果你沒有控進版的話 那個割合會比較打折 打折蠻多的 欸所以跟令魔物還是會有些小差別啦 但兩個本質都很好用啦 兩個本質都很好用 你稍微控制一下進版 其實那個就 割合會可能你掛機站回來就掛掉啊 好這邊開始誰是 那現在就是完全是 非常非常穩的一個 概念啦 非常非常穩 OK 好看 其實進場直接大哥一個四十幾% 也是非常舒服啊 好這邊我們去嘗試 消一下血 OK 然後大家開龍 再上二次Buff 嗯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 現在的4.6啊 就是一定會帶一隻龍 那現在就是看你 這邊有沒有抽禮魔路 然後有沒有抽美魔力阿法 然後塞這幾隻 基本上你只要有 這兩隻其中一隻 你的尾王就會解決掉很多問題了 所以 穩定度啊 然後 都變蠻高的 而且攻略的穩度變很高 自從有這個 全隊的割合後 就是已經 尾王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不然這關基本上都難在尾王 好 OK 好 最後直接 簡單帶走 好 那我們4.6 打的是 比較久一點喔 打了7分 38秒 理論上可以再快很多啦 好 再來 來到我們的試煉7 那試煉7呢 從去年 就是 2023 年初 催出的這個八元後呢 就再也沒有任何的尊嚴可言了 哈哈哈哈 欸對沒錯 就是 完全沒尊嚴 完全沒尊嚴 就是直接爆射一波 直接大爆射就好 不過 貫通位的話 我改了 改成安娜 安娜塔西亞的話 主要是白爆炸嘛 然後加上一個 非常快速的 一個友情buff 所以你可以最快最快 在 第二輪 的時候 開出一階 也就是很快 那跟八元也蠻搭的 所以我個人就把一個貫通位 換成了一個安娜 好 這邊這樣 這邊反射 OK 然後 勇射的 原則上就是架炮遊戲啦 欸炮架的好 基本上蠻無腦的 那後續有補一個南丁格 不過南丁格打起來的感覺 就是比較偏向 友情亂射 就比較無腦一點 比較無腦一點 但是我自己覺得八元其實也 足夠無腦啦 我自己的感覺 是這樣 就這個架炮其實已經算蠻簡單的 就如果會比較有 困難的話 可能就是稍微 多打幾把的感覺 好 這邊架一架 那個傷害都很好看 OK 好 來到我們的B3 那試煉器的話 因為當年出的時候 移轉幣角色很少 當年移轉幣真的 木移轉幣真的比較 可疑一點 真的蠻可疑的 那就變成說 現在只要 木移轉這個機體 強一點的話 他就可以上場 欸就 對 主要是當年 當年人才太少了 所以變成說 他後續只要有移轉幣都可以打 你就看到只要有木屬移轉幣 你會看到可能有些民間玩家 或是民間YT 他們都會拿這個 試煉器測試 好 那我們這邊去架個炮 稍微躲一下落點 好 你看這張 射四果然 砰 給這一代走 哼 哼 哼 好 我們非常快速的 進到王關 好 再來 開SS 去加攻 加攻 加攻後就舒服囉 其實安娜做的真的蠻破格啦 我自己覺得 這個加下去應該很爽喔 蹦 呵呵呵 太扯了這個 好 這邊開個SS GO OK 好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位置 去決定要怎麼處理 好 停的位置還不錯齁 好 我們這邊決 我這邊決定開 風風 然後打個小角度 GO 蹦 欸 五一三 五一三 呵呵呵 五一三 就是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 爆殺 好啦 基本上我覺得未來 4-7應該 長時間都是巴雲的天下啦 我自己的感覺 欸 未來要出 比巴雲強的應該是有點難度 除非是從火力下手 不然就像南丁主打一個 比較便利性的感覺 大概是用這種方式吧 我覺得 不然他這個灰光線真的太方便了 OK 好 直接射走 直接射死 OK 好 最後直接 好 直接架一架 然後 蹦 好 十點七 4分20秒 好 再來 來到我們的十連八 那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十連八 現在變成什麼樣子齁 那十連八這邊我做一些小調整 那主要調整是把 福士德換成炎窟王 那時候換福士德主要是有這個職歐馬 去破王二的堂一 那現在補了炎窟王後呢 就是讓傷害直接去做一個大提升 整體的傷害 因為 不是 因為炎窟王啊 他有一個很快速的一個buff 還有個高回轉率的 這個民間SS 所以可以做到 可能如果我這邊打的狀況好的話呢 我就可以在 在 第五手的時候開出一階 這個是蠻強的一個 東西啊 非常方便 這邊的話 位置有點尷尬 我看能不能這樣 OK Nice 你看這邊直接用友情去吐一吐 超級方便 當初四連八我覺得 算是做得完不錯的一關 真的蠻好玩的 就是有這個薩麻地版嘛 然後加其中轉換版 我覺得做的算是真的 這個四連裡面 我 數一數二喜歡的 不像當初的那個四連六跟九 就用數值壓你 喔齁齁齁 他這個是做的 比較真的有在思考的感覺 好你看看很猛齁 好我們非常快 我們一分半就進網關 對 通膨了 不過 四連八算是補得蠻快的 我覺得齁 因為 當初 第一隻崩壞四連的這個 本家限定就是 是出補式的 而且就是打這個四連八 補得速度真的非常非常快 那時候 試練就是天魔那時候第一次 大概是過了四個月 終於補了一個 真的是有心想要 爆這個崩壞 本家的這個 試練的一個 關卡 然後就出了一個本家限定給我們 OK 好我們等一下可能 對 趕快把殭屍帶走 其實試練只有補蠻多角色的 他那時候 最早是福士德 然後到後面 7月補了一個炎柱 炎柱那時候也是搭配福士德去做到一個友情流 就是炎柱的那個健身線很痛 吃鼠殺吃超頻 然後再配福士德 然後到後面的王者之劍直接完全爆打 真的是完全爆打 然後再來就是修塔爾克 不過修塔爾克個人用下來 覺得就是 因為王劍已經玩瘋了 所以那時候修塔爾克雖說他可以 一拳 但是就沒有引起太大的討論度 因為其實已經崩壞了嘛 對不對 而且崩好一陣子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都還是 王者之劍為主啦 就是試練吧 是王者之劍跟他的貫通好朋友這樣 看你是要帶這個封信紙啊 還是帶這個炎庫王去加攻 就看自己個人的包包 我個人喜好 基本上也是亂殺一通啦 亂殺一通 你就可能撞一下 而且王劍這個標槍爆炸真的是範圍很大 範圍超大的 好結果變成我現在炎庫王都還沒開到SX 我感覺我好像應該稍微讓他開個SX 讓他表現一下 好這邊嘗試去控板 OK 好結果我直接帶走 哇太尷尬了 結果根本沒開到 好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開這個 守護獸 好破防 破堂一 好我們這邊再來一次齁 好直接蹦蹦蹦 好帶走 然後 結果炎庫王SX都沒開到 欸實戰上也要開喔 實戰上也要開 我抓不到時間開 太快了 因為那個開下去傷害會差很多啊 好這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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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然後等一下再用 王劍的SS直接去清場 直接拚清場 好 好直接全清 好結果我們還真的沒有什麼開到炎庫王啊 好我們最後可以開一下 我們最後可以開一下 好最後碰兩個 兩個敵人 GO 好 然後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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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動 okay 好最後就直接收尾 好直接這樣打 過堂一 ok帶走 好 唉這個炎庫王可能開的是有點晚 那抓不到時間開 那我們這邊打了5分半 這件例如說4連8現在也是王者的天下 那剩下可能就是一些貫通位的替換啦 倒數第二個來到我們的試練9 好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試練9現在變什麼樣子 那其實試練9跟我去年沒有太大的變化 唯一的變化大概就是我多了一隻薩托莉吧 過了一年 哈哈哈哈 欸大概變化就這樣啦 那這邊的話我是帶到兄妹 欸就是貫通 主要是貫通好觸發啦 那其實現在有蠻多打法的 甚至說也有人帶這個安娜 帶安娜的原因主要是去誘爆啦 然後加加油弓 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會發現現在試練9就是 其實跟去年9月一樣就是一個友情官 就友情官 你只要撞到就有 那其實米西在補試練9的話算是補得蠻勤勞的喔 雖然但是就是都沒有超越薩托莉啦 其實像那時候鋼彈合作的自由鋼彈嘛 然後再來是這個補角 本家這個珍珠 甚至說芙蓉 然後還有甚至再給了一個 免費的全敵上讀翼喔 我們的光轟 所以官方一直在試練9去做強化啊 所以算是補得蠻多 而且連補角都補得蠻強的一關啦 我自己覺得 那試練9那時候其實在初日啊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很快很快就被發現了這個割合打法 就是利用這個機器人去存SS 來去做到無限割合 或者說後面補了這個激光院 甚至說電鋸人去做到這個純SS 純SS的操作 就很方便 所以試練9一直以來 我只是覺得只有初日特別難打啦 那到後面的激光院跟電鋸人後 這個關卡難度就降蠻多的 甚至說後面再甚至補了這個台線中葵 讓4.9真的變得蠻簡單的 就是只要你有肯花時間去洗一下技能 其實都會過 都會過 那薩劉莉就是最後一個 直接崩壞的稻草 好你看現在就是直接 蹦蹦蹦然後 撞一下撞一下 然後射友情 然後啪 傷害就很好看 你知道以前 這個富蘭克林初日 哇那個打得頭部的血流啊 真的頭部的血流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全對應魔法陣 都很怕變變機 現在就是我們去撞友情 然後 把躺一敲破就可以了 呵呵呵 3號令那時候也是直接給到3殺手 就直接用友情打爆這個4.9 直接用友情這樣射一射就好了 然後SSC也很方便 SSC給到大號令 大號令在這關也很強 尤其在王三 王三大號令直接去做一個有效的清場 OK好這邊植歐配友情 啾 OK 好一樣 2分 50 近 王關 很強啦 那後面只會越來越快 那我自己覺得後面應該很難再出比薩托莉誇張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薩托莉其實做的真的算是蠻完整的喔 直接讓你用友情打 然後SS給他大號令 後面唯一會更新的可能就是一些爆炸役吧 我自己覺得 就是去輔助他的 其實那時候薩托莉出現後也有蠻多人帶 就假設你薩托莉可能不夠多 你就可以帶到另外一隻白爆炸 然後配一隻全敵上毒 其實效益也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只要薩托莉不變機 然後他色友情其實就夠了 那個上毒會不會變機其實還好 沒有到很特別特別重要 直接這樣射一射 到這邊去右爆 好 射一下 欸看直接帶走 好再來 王二 王二的話呢 這邊 先 先這樣吧 欸基本上 這個遊戲阿 的高難 你只要殺個殺手堆起來 就三個1.5堆起來 那個傷害都會是很恐怖的 都會是很恐怖的 你可以參考之前那個牛盾α 只要有三個殺手堆起來 那個傷害都是會 很誇張的齁 好 好這邊我們法師清的是比較慢一點 好沒關係 這邊我們就單純這樣 一樣去繼續做清場 然後等下SS送他就好了 OK 好直接射 好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SS送他 直接應該就可以 這版應該可以帶走 打兩發SS吧 GO 敵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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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這邊的話就直接也不用特別管什麼一二階了 就直接開去做一個清場 這個開的是比較...因為4P卡到了 所以友情的話沒有射出去 不過沒關係 這邊我們開瘋瘋 GO 好帶走 好這邊再把法師處理掉 GO 喔這邊剛好卡在一個神奇輪廓 好不確定這樣可以做到 我們嘗試這樣 好這樣應該就可以帶走了 誒唐一沒破 啊小可惜 大家用兄妹的SS去打他吧 呵呵呵 好這邊稍微控個板 好OK 好等一下直接兄妹處理 整體來說4.9也沒有... 就是... 最四級也沒有到太大的變化 就仍然是薩利爸爸 不過米西有在補了蠻多蠻優秀的角色 不過蠻多蠻優秀的角色 所以你在合作期間如果有跟到的話 其實你的4.9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自己覺得 好最後用職喔 看能不能... 能不能... 咚... OK 好 那4.9花了7分26秒 好 好 最後呢 來到我們的試煉時 那今年試煉時的話 有做一些小變動喔 就是... 把一隻巴雲 換成了一隻寶科中四郎 那寶科中四郎其實蠻厲害的喔 以合作角來說 他給到了四反 然後不然又殺手L 甚至粗必縮 然後友情也拿得蠻好的 友情拿到高階電漿 跟超強貫通落點 鎖定衝擊波 尤其是高階電漿啦 能把... 能在試煉時把一個巴雲的位置 這個... 取代掉 算是蠻厲害的一件事情 認真 認真蠻厲害的 那試煉時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 從巴雲推出後就蠻定型的啦 那米西後面有在做的大概就是 在周回隊伍有去進行一些蠻大量的優化 你可以看到從... 去年年中出的七菱兒 然後到今年推出的寶科中士郎 大部分都是往... 這個... 就周回體驗去做優化 的部分 畢竟... 周回也算是彈珠玩家普遍會比較... 就是... 重視的一個... 地方 不過一般玩家吼 其實你有巴雲啊 你有七菱兒啊 正常打擊就會很舒服了 就會很舒服了 難度就會... 不會太難啦 诶 試煉時算是我覺得... 試煉... 數一數二簡單的 那主要是因為角色太強了 對 主要是因為角色太強了 好 我們這邊的話... 哇 我這邊沒有配置那個... 掌道具的 比較尷尬一點 不然我可能可以直接靠道具去吸啊 好 我們這邊可能要稍微躲一下吼 好 紅色 藍色 OK 誒誒誒誒誒誒 好 我們這邊稍微躲一下... 藍色 好 紅色 OK 然後我們等一下掌一下道具 其實現在4.10周回速度是真的快啊 大概4分鐘就可以差不多出關了 剛開始的話是給那個搞麻腦 哇 那搞麻腦真的有個難用耶 搞麻腦真的不是一般難用 我跟你說 搞麻腦超級難用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決定... 好 我們等一下要去讓大家都拿劍喔 這邊等下讓大家都拿劍 拿劍蠻重要的 GO 讓大家拿劍的話 我們這樣B4B5就會很輕鬆 比較方便一點 OK 帶走 好 我們來確認一下 有誰拿到劍跟藥劑 OK 都有拿到 哇 拿這邊準備很舒服 好 這邊我們再開守護獸 守護獸 然後... 你會發現這個友情就很方便 哇 結果沒有撞到這個 沒有撞到齊靈的 不過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反正只要把障礙物清掉就好了 好 然後... 這邊開SS OK 把這邊起來失誤了一下 好 最後呢 這邊 最方便就是你可以直接用SS 去把這個... 下樓盾... 誒 講錯這個... 找敵人帶走 好 好 小角度... GO 現在整個試煉時就是變得非常的... 輕鬆 誒 直接這樣 哈哈哈 對 好 花了4分10秒 來到我的試煉6到10 你可以看到這個隊伍的變化 我最近來說沒有變得太多 主要是4殿賣角其實都賣得差不多了 然後各個關卡其實出都有出到那種頂天的牆角 就是天花板啦 那唯一變的話大概就是4殿6變得比較多 4殿6補上了一隻星際耳梯去拉迴轉 然後本家也補上一隻梅莫莉阿法 空得好的話這個戈盒的上限是比魔王高的 然後4殿7的話 板上天春瑪璃改成安娜 因為安娜真的蠻泛用斗 你可以看到連其實有些人4殿9也會用安娜 然後4殿8的話 王劍制霸 不過這邊又貫通化補上了這個炎庫王 去靠這個快速加攻 來把友情威力拉高 之後威力拉高 那4殿9沒什麼太大變化 4殿10的話 寶科中士長蠻強的 直接把一隻霸雲換掉 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這是我4殿6到10 那總共花費時間是30分鐘 好 最後呢 就是來到我試煉1到10的這個隊伍 那大家就可以方便做個參考 那現在呢 過了兩年後 試煉1到10關 那我這邊自己打 花費時間是65分鐘就能全部把試煉幹掉了 那如果你角色夠充足的話 或技術更好應該可以再更快一點 那一般人的話 其實現在試煉的難度 我個人覺得是還好了 裡面可能比較危險的可能就試煉2 這個關卡還是稍微有點問題 然後試煉5也是一個比較純次技術的話 剩下的關卡 1 3 4 6 7 8 9 10基本上都是 角色夠強這個關卡的路都不會差太多 所以如果有角色的話 你想拿一些獎勵 其實個人也是覺得 可以稍微去挑戰一下4.1到10的 感謝各位觀看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謝謝大家 掰掰